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我们俩的爱情故事都装在了这个瓶子里 希望捡到这个漂流瓶的人 也能够获得一份真挚的爱情与美满的未来 阿晨 你说这个瓶子会飘到哪里去呢 我想它会飘到大海的那一边吧 小斌 我们已经玩很久了 该回家了 妈妈 我知道了 大海啊 请你把我的哀愁和悲伤也一起带走吧 当你在沙滩上随手扔下某个包装袋 或者是带孩子去玩耍时损坏而扔掉的玩具 然而 那些不经意留下的东西 看似像哀愁一样被大海带走 却并没有消失 有的留在海底 有的冲进海洋 这些海洋垃圾对海洋动物来说 正成为日趋严重的生存威胁 我们干嘛要每天浪费那么多时间来海面清理这些垃圾啊 就算我们不收拾 海浪也会将它们冲走的 阿姐 你刚来 还不知道这些海洋垃圾会对海洋生物造成多大的伤害 当你看着垃圾对它们带来的伤害后 我想你就不会认为我们的工作是在浪费时间了 天哪 这是怎么回事 这只海龟因为幼石被一根红色塑胶束带缠住 结果生长成了滴漏形状 它还算幸运的 你看这些可怜的海狮海豹吧 这只海狮的身体被风带困住 从而导致它溺水身亡 还有这只海豹 它的脖子被一根塑胶项圈紧紧缠绕住 很多海豹和海石在生长过程中 会被海洋垃圾越来越紧而活活勒死 怎么会这样 它们真是太可怜了 是啊 有人预测 如果我们人类再这样肆意将垃圾丢进海里的话 那到了2050年 海里的垃圾将会比海鱼还多 这些垃圾会危及600种不同的物种 会危害到600种不同的物种 这有点太夸张了吧 没有夸张 要知道这些垃圾不止危害海洋动物的生命 很多海鸟也会因为它们而丧命 我让你看一幅图片 你觉着这张图片上的物品是什么 这些都是什么 那个应该是塑胶制品吧 没错 你知道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吗 这些东西都是从死亡的信天翁肚子里取出来的 天哪 那些海鸟竟然会吃下这么多的垃圾 是啊 90%多的海鸟都会吃下漂浮在海面上的塑胶制品 这些垃圾它们无法消化 当它们身体里的垃圾聚集到一定数量时 等待它们的就只有死亡了 可是它们为什么会吃下这些垃圾呢 因为这些塑胶袋 塑胶包装及塑胶碎片的表面会积聚藻类 它们会散发出类似小虾的气味 因此便吸引了很多海鸟物质 而塑胶垃圾在海上漂浮时吸收了毒素 海鸟吃了后就等于服毒 此外海洋垃圾也会令它们梗吼 损害它们的胃壁 甚至塞满它们的胃部令它们饿死 真没想到海洋垃圾竟然对海鸟还有这么大的伤害 你们快过来看啊 那是什么 是大鲸鱼 有一只大鲸鱼朝我们这里游过来了 我在海上工作这么久了 还从来没这么近距离的看一只鲸鱼呢 这只大鲸鱼慢悠悠的朝它们游过来 看样子并没有恶意 船上的人也急忙掏出手机 纷纷对着这只大鲸鱼拍照 它好像一点都不怕我们呢 是啊 我以为这只大鲸鱼只是路过而已 没想到它却一直围绕着我们的船转圈圈 它不会是要攻击我们吧 它没有任何要发出攻击的意图 它究竟想要做什么呢 天哪 它这是被垃圾给缠住了 原来它这是在向我们求救啊 我们得帮助它 对 我们得帮忙 把它身上的那些垃圾取下来 在大家的努力下 缠绕在这只鲸鱼身上的垃圾 终于被清理了下来 当大鲸鱼感受到身上没了垃圾的束缚后 高兴地转着圈 并还用鱼尾对着船上的人拍打着海水 像是在向他们说谢谢 你们看 这只鲸鱼在向我们表示感谢呢 真是一只通人性的鲸鱼啊 希望它以后 不要再被这些海洋垃圾给困住 快快乐乐地生活着 是啊 对于鲸鱼这种巨大的海洋生物来说 漂浮在海里的那些垃圾 简直就是它们的噩梦 没错 我们曾经发现 一头搁浅死亡的墨香精 它重达4.5吨 然而 我们在它的胃部 发现了17公斤的人类垃圾 其中包括床单 塑胶 废品等 很多鲸鱼 都会直接或间接地死于海洋垃圾 你们看 那里有一团绳子 这些绳子 要是缠绕到海洋动物身上 那足以要了它们的命 这种绳子非常结实 我们赶快将它捞起来吧 如果 它真的缠绕到什么动物身上 那可就糟糕了 你们看 那团绳子竟然在逃跑 不好 一定是有什么动物 被这绳子给缠住了 是海龟 这只大海龟 被绳子给缠住了 我们得帮助它 众人急忙将这只大海龟 从海里捞了上来 它们近距离看到这只海龟后 不由地惊呆了 这些绳子不但缠绕在它身上 有一根还绕在它的脖子上 并将它的脖子 勒出了一道深深的伤口 赶快拿剪刀来 可怜的大海龟 这绳子如果再这样勒下去的话 简直能将它的脑袋给勒下来 是啊 它好可怜啊 我们赶快 把它脖子上的那段绳子 取下来吧 这段绳子勒进去的太深了 我们可要小心一点才行 不要怕 马上就好了 你忍耐一下 伤口好深啊 这只海龟 每天竟然要忍受这种痛苦 真是太可怜了 海龟 对不起 我替那些乱丢垃圾的人类 向你道歉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是啊 我们实在太对不起他们了 原本 我们应该共同拥有 爱护地球上的海洋 可是现在呢 我们正在大肆破坏海洋 破坏我们共有的家园 是啊 如果我们再不对海洋垃圾采取措施 海洋将无法附和 人类也将无法生存 没错 海洋垃圾已经成为了杀害众多动物的杀手 从海洋表面到海底峡谷的最深处 塑胶无处不在 而这些海洋垃圾 对动物们的伤害更是触目惊心 被丢弃的鱿鱼甲耳经常会挂在海狮和海龟的嘴里 丢弃的鱼网和绳索也会夺取那些海洋动物的性命 海洋垃圾并不是离我们遥远的话题 海洋是一个巨大的互通系统 洋流和潮汐 驱动着海水在各个地点不断流动 大气运动也会造成海洋垃圾的移动 当我们在海边随手一丢的时候 我们的行为已经给那些海洋动物造成了伤害 甚至会因此夺走它们的性命 请善待大海 善待那些可怜的海洋生物吧 贪食乳猪的阵仗 小镇周边村庄的农户 大都以养猪卖猪为生 洪镇掌自从来到后 便迷上了这里的一道特色菜 烤乳猪 洪镇掌 这么多好吃的菜真是让你破费了 这样我们会不好意思的 是啊 我们都是好朋友了 你何必这么客气呀 放心了 就你们说的 我们都这么多年的好朋友了 这些小钱我还付得起 这里最美味的菜还没上来呢 一会儿那道菜上来后 一定让你们大饱口福的 哦 是吗 不过我可听说 自从你来到这里 那可是胖了不少呢 不会就是吃那道菜吃出来的吧 哈哈哈哈 这都是谁说的呀 不过倒也是真的 哈哈哈哈 听你这样说 我还真有些迫不及待的想尝尝你所说的美味了 小姐 我们的菜怎么还没上啊 洪镇掌 你点的烤乳猪到了 上菜了 原来是烤乳猪啊 哎呀 这烤乳猪的味道好香啊 当然了 这可是我们镇上最出名的美食 你们知道这烤乳猪的制作过程有多难吗 这得选十几至二十斤重的小猪 宰杀的时候要一刀放血 让乳猪身上不可留存任何的微量血液 否则的话会影响口感的 哇 我的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哎 洪镇掌 你不要再介绍了 赶快让我们品尝一下 不就知道了吗 对 对 来 你们两人快一起来尝尝 我们这里的特色菜 烤乳猪 烤乳猪是镇上的特色美食 洪镇掌每次宴请客人 这道菜是必点的 他想用这种方法来推广镇上的乳猪 哇塞 这里的烤乳猪店可真多啊 当然了 烤乳猪可是这个镇上最大的特色 听说这都是这位镇掌推广的结果 我也听说了 洪镇掌自己就特别喜欢吃烤乳猪 所以经过他努力大力宣传 现在这个镇上的烤乳猪已经远近闻名了 闻笑而来的客人非常多 走 我们今天也去尝尝 我们就到这间店吃好了 听说洪镇掌特别喜欢 好吧 那我们就到这家吃吃看 两位您好 请问您们想吃点什么呢 既然来你们这里呢 肯定是要吃烤乳猪了 真是对不起 今天的烤乳猪已经卖完了 啊 卖完了 怎么会这么快就卖完了呢 这不是还有一头烤乳猪吗 不好意思 这头烤乳猪已经被楼上的客人预定了 真是抱歉 我们那么远的来这里 就为了品尝一下烤乳猪的美味 老板 麻烦你和那位客人商量一下 分一半给我们尝尝好吗 真是很抱歉 这头烤乳猪是我们洪镇掌预定的 他今天在这里宴请一些朋友呢 哦 来 大家一起尝尝我们镇上的特色美食 烤乳猪 对 大家一起来尝尝 上一次跟着洪镇掌来吃过一次 那味道真是让人难忘啊 洪镇掌 现在你们镇上的烤乳猪 可算是让你推广出去了 哎 你看看 现在有多少人来你们这里吃这道菜啊 啊 哈哈 我们镇上的养猪户比较多 因此乳猪的货源比较充足 既然有这样好的优势 为什么不充分发挥出来呢 来 大家都尝尝 嗯 烤得好香啊 洪镇掌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对啊 我看的都要流口水了 老王 你怎么不吃啊 这乳猪烤得外焦里嫩 很好吃的 洪镇掌 这头小猪生下来没多久 便被宰杀烘烤 难道你不觉得太残忍了吗 啊 老王 你这是说什么呢 你不是也吃肉吗 怎么见了这烤乳猪 就变得像个学佛的人似的 哼 我现在就已经开始学佛了 啊 老王 你说你现在开始学佛了 没错 我已经吃素一个多月了 老王 既然你已经学佛吃素了 那为什么还接受我的邀请来这里啊 洪镇掌 我来这里并不是为了吃什么烤乳猪 而是来救你 救我 我好好的 哪里需要你救我 洪镇掌 你有没有想过 自从你来到这里后 吃掉了多少头乳猪 你自己吃还不算 还要将这道菜推广出去 这样一来你身上的罪业 那可是非常深重 当罪业深重到一定程度 那惨烈的报应也就随之而来 都说学佛的人最喜欢讲什么因果报应 看来是真的 老王 我不信佛 更不相信什么报应 洪镇掌 即便你不相信报应 那也应该想一想 这些小猪被宰杀的时候 是多么的恐惧和绝望了 还有他们的母亲 自己的孩子才刚来到这个世上 没多久就被杀死 这得让他们会有多伤心啊 老王 你想多了 他们只是一群猪而已 怎么会知道恐惧和伤心啊 洪镇掌 现在我和你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 但是请你记住我今天对你说的话 以后终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洪镇掌对老王的话 丝毫没放在心上 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吃着烤乳猪 并尽全力地将这道菜推广出去 老公 你怎么又喝了那么多酒啊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今天 我和几家高级餐厅的老板进行了洽谈 我们小镇的烤乳猪 马上就可以进驻这些高级餐厅了 好了 你别整天都想着如何将烤乳猪推广出去了 赶快睡觉吧 奇怪 今天这条街道怎么这么冷清啊 赵老板 你们两位是要去哪里呢 我们要去养猪的阿财家里 你们也要去阿财家呀 我们也正要去那里 正好 我们结伴一起吧 这是怎么回事啊 他们怎么都要去阿财家里啊 老公 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啊 别提了 昨天晚上做了一夜的怪貌 梦到餐厅的赵老板和他家的厨师 竟然要坐公车 去养猪户阿财家里 真的是很奇怪的梦 啊 你说什么 你梦到了赵老板和他家的厨师 是啊 还有好多人都要去阿财家里 真是奇怪 怎么他们都往阿财家里跑啊 老公 赵老板 赵老板昨天晚上出事了 啊 出什么事情呢 他死掉了 和他店里那位烹饪烤乳猪的厨师 一起死的 听说是他俩在厨房里喝酒 睡着了 而烤乳猪用的炭火没有熄灭 他们煤气中毒死掉了 这 怎么会这样啊 昨晚我还梦到他们一起去了阿财家里 那梦像真的一样 这又是怎么回事 阿财家里不会也出什么事了吧 让我打电话 问一下吧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呢 怎么样 阿财家里有没有发生什么事 阿财家里倒没有发生什么事 只是他饲养的那头母猪 昨晚刚刚产下了五只小猪 他还开玩笑说你红镇长的消息灵通 小猪再刚生下来 你就要预定做烤乳猪呢 什么 生下了五头小猪 难道这只是一个巧合 老公 你说什么巧合啊 昨晚在我的梦里 赵老板和他的厨师 还有公车上三个乘客 家起来正好是五个人 他们都一起坐车要去阿财家 难道他们只是去阿财家投胎不成 啊 投胎为猪 这不太可能吧 红镇长做了这个怪梦后 有一段时间没有去吃烤乳猪 但没过多久 他就忍不住 又开始大吃特吃了起来 你怎么回事啊 不是说不再吃烤乳猪了吗 怎么最近又吃起来了 烤乳猪那么美味 怎么能不吃呢 难道你就不怕像赵老板那样 投胎变成猪吗 这些天我总算想明白了 这世上哪有什么报应啊 赵老板的死和阿财家的母猪生产 不过是个巧合罢了 那些说因果报应的人 都是像老王那样学佛吃素的人 他们总想让别人跟他们一样学佛吃素 所以才编出因果报应这样的故事 来吓唬人的 老公 你怎么能这样说啊 因果报应不能不信啊 怎么 你怎么也说起这话来了 你不会也开始信佛了吧 你说的没错 自从上次你做了那个怪梦后 我心里总是不踏实 我没多久 我遇到了一位学佛的师父 在他的劝导和指引下 我才真正的明白了善恶有报的道理 所以最近这些日子 我一直在放生 这样才能弥补我们曾经犯下的过错 可是你却又吃起了烤乳猪 这样下去 你早晚也会遭到果报的 行了 我不管你要不要学佛放生 你也别管我吃美味佳肴 我困了 想去睡觉了 菩萨 我丈夫他不思悔改 我愿用自己放生护身 累积下来的善果 来弥补他所做的恶行 这是什么地方啊 我怎么到这里来了 红镇长 快过来啊 你快过来啊 是谁 是谁在叫我 红镇长 快来啊 快点过来啊 红镇长 快点来啊 一头母猪 这是怎么回事 就在红镇长 跌落下去的那一瞬间 他突然听到了 养猪户阿财 兴奋的叫声 生了 生了 太棒了 这头母猪 也生了这么多小猪仔 阿财 他怎么会在这里 这是怎么回事啊 啊 怎么回事 怎么会这样 我竟然变成了一头猪了 红镇长 你贪图口腹之欲杀生无数 理应转世投胎为朱 但是你的妻子 却一直在为你行善放生 念在你妻子的善取 这次 暂且饶你一次 刚刚 怎么会做这么怪的梦呢 老公 老公 你怎么了 善恶有报 你说的没错 从今天起 我发誓 以后 也跟你一起学佛吃素 放生护生 否则果报 真的会降临到我身上 真好的 感恩佛菩萨的慈悲显化 哇哦 狗狗好可爱哦 但是 没有主人的狗狗 希望有人爱 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 但是 不用选择的是 它们的中心 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 也渴望您的关怀 需要您的帮助 台湾救狗协会 邀您一起 不持 救护 养护流量狗 华博账号 5001-6766 5001-6766 铺名 台湾救狗协会 佛教慈悲制业基金会 南投分会 举办 公诵佛说42章经 佛前大贡 点灯 贡水 不生 即甘露诗时 日期11月27日 星期日 时间 上午8点开始前行 下午2点 公诵药诗经 宫请赞山法师 主法领重 利点 南投分会 南投县 草层证中正路254-86-5号 洽询电话 049-256-1311 049-256-1311 南投分会 法会备有免费消灾操建 请事先报名参加 敬邀菩萨参与询习 同瞻法义 公布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慈悲至业 诸善行 十方信众 共成就 起见信念 归净土 明阳两笔 度有情 特为子安地藏殿 英灵牌位 及报恩殿 所有历代祖先 做超度 佛教慈悲至业 宜兰大悲欢迎道场 特举办 中风三十信念 超度法会 恭请广顾法师主法 及法部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日期12月9日星期五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 宜兰大悲欢迎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 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宜兰大悲欢迎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 共母福恩 疫情期间 参与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我恶悲欢迎道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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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